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做客我的书馆 自打咱们这个小系列开奖以来啊 我这一口气啊 把大明司宗皇帝这一家子 基本上都说死了 从这捉捡他们两口子 也就是崇祯皇帝和孝杰烈皇后 太子爷朱四郎 皇三子定王朱四炯 还有那个年幼的小公主 昭仁公主 崇祯皇帝的大闺女 长平公主虽然没有死 也被他一剑啊 劈成了毒壁神泥 这一家子呀 在我嘴里啊 看样子活的是不老好的 今儿个呀 咱们得说一活的了 要不就呀 乍一听起来呀 这司宗皇帝一家子的命运 那也忒坎坷了 那把今儿说谁呢 今儿啊 咱们就说说这重申皇帝 他们家老四 勇王朱四少 在这儿啊 咱们得多说一句 昨天咱们聊那故事 说的是定王朱四炯 有人就说呀 这故事啊 说的可能是朱四照 他不是朱四炯 吃这种观点的人啊 还不少 那么学徒我 为什么不按照这种观点 随众下去呢 因为从昨天的 朱三太子案的 朱三嘴里啊 透露出一点信息 所以说呀 这细心的人呢 虽然不能肯定 他就是朱四炯 但是绝对会排除 这位所谓的朱三太子啊 是勇王朱四照 在这位75岁的朱三太子的口供里啊 曾经提到过 他是大明后裔 父亲呢 就是司宗列皇帝 母亲呢 就是孝节列皇后 您瞧喂 人家说的明白吧 他妈妈呀 是周皇后 可是今天 咱们有说的 这老四朱四照呢 他的生母啊 是皇贵妃田氏 那有人说 这证据多明显呀 还至为出这话头吗 哎呀 倒霉就倒霉呀 这75岁的老朱三太子啊 他的口供里啊 既不说自己是朱四炯 也不说自己是朱慈赵 他说自己叫朱慈焕 这朱慈焕 这朱慈焕大伙都知道啊 是崇祯十三年 早就死了的皇五子 当然了 我是坚信呀 在这一点上 口供是被人改了的 因为这有清一代呀 多数朱三太子案的主角 在口供上呈现的 都是这位五皇子朱慈焕 这其中的缘由啊 我在这儿不过多了八十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两天咱们就讲过 您要是望上爬楼找出去呀 走上两节台阶 您就能找着 得嘞 这事啊 咱们交代清楚了 就得说说这个 永王 朱慈赵了 这永王啊 出生于1633年 那一年啊 是崇祯六年 他的生母啊 咱们刚才交代过了 是公输端会 敬怀皇贵妃 田氏 崇祯皇帝给儿子们封决呀 还是挺痛快的 不像后来的康熙 弄个王决呀 还得藏着掖着 不舍得给 崇祯十五年 那一年啊 是1642年 这朱慈赵啊 十岁 早早班班的 就被他爹崇祯皇帝 封为了亲王 这绝号呢 叫做永王 转过年来呀 就是崇祯十六年 和他的兄长 定王朱慈炯一起 出阁讲学 明末学者黄京坊 写过一本书啊 叫《幻梦录》 在这本书里啊 就曾经提到过 这定永二王的气质 在书中提到 即定永二王 梅雨并天人 永书清源 自端楷 蒋霸乎 心生美 吃茶 殷如玉 这句话呀 其实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从里边呢 还能读出一些个信息 当然了 前边啊 就说的这个定永二王啊 梅雨啊 长得这个非常秀丽 样貌不俗啊 并且呀 读书的时候 他声音很好听 可说嘞 北京话嘛 他口甜呢 写字呢 规规矩矩 也不龙飞凤舞的 一律呀 是正楷 接下来这句话呀 就是说 讲完课以后 这永王珠慈赵 跟先生们很客气 王爷说 先生们辛苦 喝茶吧 在这儿啊 您就能读出其中的小意思 为什么是永王跟先生们客气呢 首先说的身份低 人家两个人啊 太子珠慈朗和这个定王珠慈炯 都是皇后娘娘的嫡出 而她呢 是贵妃的树出 哎 即便不分这个 这哥仨呀 他关系好 那你也是老小 你呀 是最小的弟弟 所以该由你和这群先生们 客气客气 关于永王早年在宫里的故事啊 记载的也就这些了 所以说咱们这故事 还得一下子跳到这国王城破 三兄弟被闯贼 裸到了军中 虽然没受到什么难为 但是也是颠沛流离 山海关一战闯贼兵败 这气势汹汹的大顺军呢 在八七兵和乌三桂联军的攻击下 是有多大脸 陷了多大眼 就在这乱军之中 这兄弟三人算是失散了 咱们先按下那两只布表啊 咱们单说这永王朱慈赵 当然了 这朱慈赵啊 他绝不会是自个儿光杆一个人 他在自己的贴身太监和护卫的保护下啊 就潜到了京城 他也得算计 投奔谁去 亲戚啊 就算了吧 自己的亲老爷 就是那田贵妃 田秀英他爸爸 田红玉 虽然是锦衣卫指挥使 但是啊 他可是个软骨头 田贵妃一哄事 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势啊 不会下降 他弄来了一个陈媛媛 献给了皇帝 好在啊 这崇祖皇帝 他并不是九色之徒 并没把这大美女啊 留在宫中 田红玉当然会见风使舵了 于是啊 他就把这大美女陈媛媛 又转送给了乌僧贵 这勇王琢磨了 就这路人性啊 投奔自己的姥姥家 好不着 周皇后的父亲周回家 也是去不得 这老东西 直接就把我们哥仨 送给了离床 那玩意儿的人性啊 那更是马蚁穿豆腐 简直就是提不起来 他想来想去啊 想到了这么一位 刚直的大臣 谁呀 这人就是利不侍郎 邹元彪 这邹元彪啊 他可是东连党的头子 有人说我呀 说书乱用词 就拿昨天说吧 说这《红楼梦》 是一部冗长的故事 有人就纠正我了 说那冗长是好话吗 可说嘞 它不是好话 《红楼梦》啊 看过几遍 不喜欢 它还不允许我不喜欢吗 东连党啊 我也不喜欢 但是咱们得有忙说忙 它为什么不喜欢啊 它不是今天咱们这部书 要交代的 可是东连党人啊 它普遍都有一身啊 这书生的硬骨头 这勇王他也琢磨了 这邹元彪啊 他是领袖 他必然骨头更硬一些 可是他知道 这会儿的邹元彪啊 他已经过世了 但是他的儿子 邹芝林还在 于是勇王就投奔了邹府 救主相见 二人时抱头痛哭啊 这邹芝林的脑子算是清醒的 说不行啊 您不能在北京城待着 咱们得赶紧走 这勇王说 那咱们走哪啊 越远越好 哪偏僻往哪走 并且呀 我要亲自护送您走 那会儿的邹芝林呢 大概也就是三十几岁 和勇王在一起啊 就好像是父子一样 为了逃难方便啊 这邹芝林 干脆就给勇王诸斯焕 起了一个香气的土名子 叫做邹启贵 二人干脆就以父子相撑 提起跑啊 难了 这茫茫中华大帝 无有这皇子容身之处啊 有人说好办啊 南明那么些小朝廷呢 随便投奔一个呗 投奔一个 无论这崇祯皇帝的真皇子们 投奔哪一个南明的小朝廷 死的都比落到满清手里还要惨 那很有可能就是不明不白 最后连尸首都找不着 至于为什么呀 咱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在分析 在这儿啊 不过多的啰嗦 那既然这些地儿去不了啊 那只有逃向边陲了 于是呀 这二人就逃到了这个 遵义府城梧桐街琵琶桥 这地儿在哪儿啊 我跟您说呀 很多朋友都知道 并且还去过 就在当年遵义会议的会址 再往前几条街 这后来呢 清兵南下 乌三桂呀 在云桂 也扎住了脚 逐渐形成了势力 这邹之林呢 觉得不行 于是呀 就带着自己这个假儿子 邹启桂 也就是这个勇王朱慈赵 举家又牵制了更偏僻的地方 是哪儿啊 大概位置啊 就是现在的尊义城西 巷口巷苦竹鸭 邹之林邹启桂 父子二人啊 就在此地以务农为生 有人说你这故事 它编的挺圆会儿啊 哎 这可真不是我编的 在民国期间啊 就在人家邹界发现了一本 邹式家谱 这本家谱啊 可是从清代初年 就开始续写的 可靠性极高 这家谱的开篇上啊 就是这么写着 贾身三月 刘贼献京师 天子之宝器 尽行焚毁 背上我崇祯地祖 以伯自义于山庭 邹元彪之子邹之林 江西吉安府 太河县 玉河街 一里三同桥人士 保护 勇王潜逃至四川尊义府 马丧沃吴童街 又西乡里 衣甲苦厨鸦学堂宝 为勇王避难之地 等到一切事情都平静安顿了下来 邹之林看到这勇王啊 也结婚生子 长大成人 自己的年龄啊 也一天天的变老 于是这位护卫幼主的忠臣 才决定要回到江西的原籍 咱们呀在结尾的时候啊 简单的说说这个邹之林 大画家 书画渐长 这字呢学的是唐代颜真卿 这画呢学习的是元代皇宫旺 很有可能啊 您也就是在我这听到过这个名字 不过呀不要紧 有这么一幅画您肯定听说过 就是富春山居图 当然了 对书画了解一点的朋友都知道 这富春山居图啊 是元代皇宫旺所画 经过时间的流逝啊 这幅名画 现在也被分成了两半 一多半啊在台北武功博院收藏 叫山居图 另外一小半啊 在浙江省博物馆 叫圣山屠 这幅富春山居图啊 有人说在中国书画史上啊 能排进前十甲 可是啊 有人就说这幅画啊 它并不是皇宫旺的原画 它就是这个清出邹之林 临摹的皇宗旺 当然了 这些画呀 咱们听听也就得了 那倒不必当真 不过呢 我们总是要向这些能够福为幼主的忠臣致敬 转回头来呀 咱们接着说这尊义邹氏 这邹氏在贵州啊 已经繁衍了十三代了 大概呢 分六支 一百余户三百多人 在邹氏的祖谱上 有明文规定 族人绝不允许 与诸氏通婚 并且家族中传言 有一枚诸词照的御印 一直在掌门当中相传 民国中期的时候 这枚御印还在 第十代传人 邹万福老先生 就曾经亲眼得见过 并把这件事啊 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邹戴林 这件事呢 可信于否啊 您听书的诸公 自个儿体会 我在这儿啊 不做过多的引导 不过呢 这清代的著名学者呀 无耻道人 郑子隐 在他的书中 就曾经提到过 他说这个贵州的诗人 罗兆生 他的父亲啊 罗毅忠本来啊 是中原人 就是跟随着勇王 一同来到贵州的 现代的学者 李连昌先生 研究这个 遵义 邹氏家谱的时候 也觉得 这份家谱 所载的内容啊 可靠性极高 作为我个人呢 我倒是很乐意啊 这邹启贵 就是诸词照 也总算是啊 为这可怜的 大明司宗皇帝 留下了一只血脉 今儿咱们的故事啊 就讲到这儿 明天啊 咱们要说说 那个最可恨的 诸三太子案 就是那个 假记着诸三太子 名义 真正 叛乱起来的 杨启隆 杨启隆 杨启隆